這吃完全部我們今天熱量就爆表了吧 大家好 我是小哈 今天要來介紹全家與Mobana聯名的商品 馬上來看看我買的哪些東西 第一款是Mobana的巧克力霜淇淋 價格是39元 巧克力超濃郁 吃起來呢有一點苦甜苦甜的感覺 就很像在喝牛奶巧克力的感覺 不會太甜膩 但是又可以吃到很濃郁的巧克力香 好強耶 分數可以達到8分到8.5分耶 第二款要介紹的是 這個巧克力起司三明治 價格是35元 他拿出來以後啊有沒有看到 中間就是起司 左右兩旁就是巧克力醬 我剛剛咬下去那一瞬間想說 他的起司怎麼吃起來有點像鮮奶油 然後我看了一下他的成分 他上面就寫鮮奶油起司 果然我沒有吃錯 他的起司呢吃起來不是那種鹹鹹的起司 就真的是像鮮奶油感的感覺 但是呢也不會吃起來有那種過甜感 因為總共有1 2 3 4片吐司 所以很中和掉了整體的甜度 打分數我也會給他8分 接下來是這個是Mobana可可飲 價格是65元一杯 好喝 我自己買Mobana的粉回家泡 也喜歡加一點牛奶來喝 因為那種奶香加上巧克力 我覺得喝起來剛剛好 全家把牛奶跟巧克力比例 我覺得調配的也不錯 但是65塊我覺得有點貴啦 比較建議就是 自己買Mobana的巧克力粉 回來調配比較合適 而且也可以調自己喜歡的比例 打分數呢 我會打大概7.5分吧 因為價格扣分了一點 但是好喝程度還是有的喔 下一款呢我非常腦殘的 忘記先講價錢了 是巧克力杯子蛋糕 價格是32元 杯子蛋糕一個大小就是這樣子 它有意外的小驚喜 它底層呢是不太一樣的 它搭配下面那個底層來吃啊 有點在吃那種Oreo的感覺 這一款吃起來就有點甜了 因為它的底層啊真的還蠻巧克力的 整體的口感呢不會太乾 打分數我會給它也是7.5到8分 比較推薦給喜歡吃杯子蛋糕 又喜歡吃巧克力口味的人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巧克力泡芙 價格是45元 這個巧克力泡芙啊很厲害 它裡面的鮮奶油啊 不是只有巧克力鮮奶油 還有花生醬跟花生顆粒 吃起來口感很好 除了可以吃到泡芙表面的脆片以外 還可以吃到花生的顆粒感 所以整體的口感非常的有層次 雖然有點偏甜 但是我覺得口感幫它加分非常多 打分數我一樣會給它大概7.5分到8分 接下來是這款法式巧克力薄餅 價格是45元 它的薄餅拿出來以後是這樣 大約就是我一個手的大小 它的薄餅呢上面是鮮奶油 中間有巧克力醬 整體的口感我覺得有點燒軟爛 是這麼的好 我不知道是因為擺太久了還是怎麼樣 打分數我會給它7分到7.5分 最後一款是這個格文巧克力麵包 價格是35元 麵包撕開以後呢 中間有巧克力醬 這一款啊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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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巧克力麵包 嗯沒有吃到巧克力就是麵包 吃到巧克力就變巧克力麵包 我的新的聲音會不太簡單 就真的是這樣子耶 我沒有很特別 麵包同感有點偏乾一點 如果沒有吃到巧克力的話 我覺得超鹹沒有特色啦 打分數就7分囉 以上就是這次全家跟Mobana的開箱新的 最喜歡的三樣應該就是 雙麒麟 三明治 跟 泡芙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全家選購看看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跟我們的粉絲團按讚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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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